大陸女星赵薇不但戏演的好 晋升成为导演之后也受到肯定 最近更是摇身一变成了影视大亨了 她跟富商老公 本来就跟阿里巴巴的马云交情好 最近更是扎了大概126亿台币 入股阿里影业 成为阿里影业的第二大股东 他们喜欢我们农村 我们怎么不能把雪面好养好了 赵薇在电影 亲爱的扮演农村走势儿童的妈妈 精湛的演技在各大影展中大放异彩 而这部电影背后的大股东 正是由阿里巴巴影视产业出资拍摄 现在赵薇和富商老公黄友荣 更是大手笔的投资阿里影业 香港联交所资料显示 中国女影星赵薇及其丈夫黄友荣 于去年底斥资近31亿港元 约25亿人民币 卖入阿里巴巴影业的9.18% 以发行股本 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赵薇首次指导的电影 在大陆票房狂捞7亿人民币 约33.7亿元台币 让人见识到小燕子能也能到 而后更是购下酒庄投资房产 看得出他善于理财的一面 而这次与老公再度出手 赤资台币约126亿 买入阿里影业9.18%的股份 俨然变身影视大亨 阿里影业去年先后 与多位知名导演签订合作协议 以王家卫为例 其监制的百度人 月初正式开拍 就锁定由影帝梁朝伟主演 除此之外 功夫皇帝李连杰 更是阿里影业的非执行董事 而现在学着赵薇的露骨投资 阿里影业的招牌 可说是更加新光熠熠 这里面与综合报导